夏侯的身体鲜血淋漓的瘫倒在锯柱下头 他浑身的骨骼仿佛在此时被尽数的封碎 石块压在他的身体上头将其掩埋 他的气息也是愈发的微弱 显然是被重伤的近乎死亡 轰隆的声音逐渐的在锯垫当中停歇下来 然后这锯垫呢 却是保持着那种死寂 一道道的目光 犯着浓浓的惊骇 望着那道犹如尸体般的血影 谁能想到 在片刻之前还取得绝对上风的下吼 此时却变成了这副模样 唐梅尔周元他们睁大着眼睛 呆呆的望着这一幕 然后呢 视线一点点转向那道 也在喘着气 脸色有些苍白的少年身体上头 他竟然 把下吼给打败了 那可是度过灵力难的高手啊 这个变态 唐梅尔他们 最终只能在心中轻轻的一叹 他们这下子 总算彻底明白 为什么牧尘能够成为北苍灵院这支队伍的队长 甚至强如洛梨都没有任何意义 原来 这个看似实力并不出众的少年 却拥有着令人感到惊悚的可怕战斗力 这个事件 并不缺乏一些越级战斗人 但这些人无不例外都是天才中的妖孽 而看眼下这一幕 恐怕这个牧尘也是其中一丸 与唐梅尔他们的惊叹相比 那支圣灵院的队伍则是脸庞没有丝毫血色 他们难以置信的望着重伤昏死的夏侯 依旧有些难以相信这残酷的现实 那真轻瞧到战败的夏侯 脸色同样是有些阴晴不定 再度望向牧尘身影的目光 已经有了一些浓浓的忌惮与戒备 这个时候 他终于把牧尘当成了真正威胁到他的对手 对于那诸多目光 牧尘早并没在意 他捂着嘴咳嗽一声 俊逸的脸庞上头浮现一抹苍白的神色 羽雷术毕竟是神术 虽然威力强大 但那种消耗也是极为可怕 按照牧尘的估计 恐怕现在的他很难再推动第二次羽雷术的 这种手段 可是至尊强者才能够运用 如今被他施展出来 这种威力也的确是没让他失望 牧尘眼神默然的望着昏死过去的下喉 手掌一驱 犀利暴涌 碎石翻飞间一道光芒 从后者胸膛处飞出来 最后落进牧尘手中 正是这支圣灵院队伍的院牌 牧尘瞟了一眼院牌 眉头微微的一挑 因为在这院牌上头竟然拥有着四千两百份 而且在排名上头也是高居第七 这几乎是牧尘他们的两三倍之多了 牧尘握着院牌沉吟了一下 然后也是取出院牌 直接把那一半的分数强行的掠夺过来 于是光芒闪烁间 牧尘手中院牌的分数 顿时就变成了三千七 而在分数暴涨间 牧尘手中的院牌也是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那前十六的排名当中 夏侯他们这支队伍排名迅速消失 而一支金队伍则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超过一支支队伍 最后停留在第九名的位置 灵院大赛第九名 北苍灵院 队长牧尘 牧尘望着手中耀眼起来的院牌 淡淡的一笑 他们的队伍也进入前十六的名单了 这样的话 他的信息也会被其他诸多队伍所发现 显然这其中也包括鸡旋 牧尘手上缓缓紧握院牌 黑色毛子里头有着冷冽之色凝聚起来 鸡旋 看见这个熟悉的名字 你会怎么样呢 这是一片赤黄的山脉 在一座高耸的山峰上头 树道人影迎风而立 然而即便是此处狂风带起阵阵的风暴 但是那五道人影却犹如磐石般 纹丝不动 甚至风暴席卷而来 连他们的衣角都未曾飘动一下 五人当中为首的一个 鞋靠着一块巨石 目光有些慵懒的望着山脉深处 那里时不时的有着狂暴灵力波动 冲天而起 这道人影身着白色一袍 他身躯修长 模样也是极为英俊 那嘴角处挂着温暖笑容 有一种和煦之感 黑色碎发飘动着 在他身后的四人 气质都不算是普通 然而与他比起来 依旧是显得有些暗淡 这个人的模样与气质显得极为的出众 而他呢 正是圣灵院的鸡旋 队长 那里的争斗似乎快落幕了呀 还剩下十二支队伍 实力呢 都算不错 渡过肉身难的高手 最起码有十二个人 在鸡旋身后一名金发青年 笑眯眯的看着山脉深处 鸡旋文言也是笑着 点了点头 十二支队伍啊 倒是一顿大惨了 不知道会不会被撑死啊 有队长在此呢 就算拥有灵力难高手的队伍 也只能是绕着道走 其余的队伍啊 随意碾压呀 一名体型壮硕如熊的男子 憨厚的一笑 只是他脸庞上那道猙獰的伤疤 却让这种所谓的憨厚 变得凶狠起来 哼 这灵院大赛 藏龙卧虎 水深得很啊 如此大意的话 怕是会阴沟里翻船啊 鸡旋微微的一笑 据说这次灵院大赛 可是有着不少灵院 暗中请来一些大族之内的天才人物 虽然现在大多都还没露头呢 可伴随着灵院大赛的推进 这些潜藏起来的厉害角色 就会纷纷露面了 那个时候啊 才是真正的龙争虎斗 而且即便是不算他们 其余四大灵院 可都还有着不逊色我们的队伍 没见这些天下来 我们一直被万皇灵院的温清玄的队伍 死死的压制吗 听到温清玄这个名字 鸡旋身后的四个人 神色倒是凝重了一些 自从灵院大赛开始以来 温清玄那支队伍就以一种极为强势的姿态 占据了第一名 虽然现在的排名并不代表最终的名次 但是能够占据这么久的第一名 也足以说明这支队伍的厉害 据说 那个温清玄呢 可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大美人呢 对上啊 他好像还和你一同参加过灵路呢 怎么样 以你的魅力都拿不下这支骄傲的凤花 灵路当中我最忌惮的女孩 她就是齐 另外 美男计 对她似乎是没有用啊 啊 那这么说 还有其他女孩也让你忌惮 是谁啊 竟然能和温清玄并列呢 那金发青年听出一些味道 好奇地问着 姬玄微微沉默了一下 脸庞上那种和煦的笑容 也是微弱了一些 那眼神深处略过一丝复杂阴异的神色 她缓缓地说 另外一位吗 叫洛黎 她的出众不比温清玄逊色 只是她和温清玄性子不同 并不太争夺名次 在她脑海当中 掠过那背负着常见的黑裙女孩 那如银河般的发姿 耀眼至极 那对犹如琉璃般透彻的美目 让人呢 会忍不住沉醉在其中 若说温清玄是一只尊贵而骄傲的凤凰 不为任何人所折服 那么洛黎 就是幽谷当中一朵 一世而独立般的黑帘 只为她所喜欢的人 绽放出那惊艳世人的美丽 她拥有着不逊色温清玄的天赋 如果她愿意 她同样能够获得与温清玄同样耀眼的光环 只是她却始终安静的陪同在那个家伙的身旁 那对待旁人 始终都是平静的毛子 唯有看着那个家伙的时候 才会荡漾起盈盈的水波 少女那种罕见的柔软 足以让无数男人为之心动 鸡旋手掌缓缓地紧握 手指甚至抓进了巨岩当中 坚硬的岩石在她手中 犹如豆腐一般的脆弱 她眼目微垂 眼神冰冷 洛黎 鸡旋深吸一口气 双目 微闭着 在和牧尘成为生死般的对头之前 其实她和洛黎见过一面 那个时候的洛黎 同样是被一群棘手的人围剿追杀着 她也在那个时候与洛黎相见过 只是那个时候呢 她只是远远地注视着这一幕 因为她的理智告诉她 这种路见不平的事情在灵路当中颇为愚蠢 而她本就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人 自然不可能平白地去救人 然后让自己也身处险境 所以 她选择了 冷眼旁观 她看见一只冷剑从森林当中射出来 在她肩头 带出一簇血花 她亮相一下 抬头间 显然也是见到了远处的她 四目相对 少女虽然有些狼狈 但那清澈毛子依旧是显得淡淡的 她并没有出生求救 神情一转就冲进了森林的黑暗当中 迅速消失 留下了因为看清楚她的容颜 而略微有些发愣的 姬璇 之后呢 姬璇再也没有见过她 等第二次相见的时候 已经是半年之后 她的身旁已经多了一个少年 少年有着修长挺拔的身躯 俊逸的脸庞 黑色的毛子 深邃如夜空 再次相见 她能够感觉到少女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那个即便是面对着死亡 都眼神淡淡的少女 在看向身旁少年的时候 那琉璃般的毛子便会泛起温柔的笑容 红唇不自觉间 微微的翘上一些 那种浅浅的笑容 美丽的让人心颤 不得不承认 那个时候的她 心里头 产生了一种嫉妒 如果在那个时候 她出手了的话 或许站在她身旁的 就应该 是自己了吧 这样想着的姬璇 却并不知道 牧尘在救了洛璃以后 却被少女提着箭追杀了整整半年的时间 那半年的互相追逐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生死徘徊 在那一簇簇黑夜中的篝火当中 少年无数次苦口婆心的开导 却换来少女沉默的一通乱砍 于是又只能无奈的逃窜 而在牧尘一次次逃窜的时候 少女那清澈美目中淡淡的神色 却是有着点点波动在凝聚着 红润小嘴也在不经意间 悄然的滑出一道惊鸿般的弧度 那种追逐持续了半年 直到某一夜 成长速度极其惊人的少女 竟是看穿了少年诸多狡猾的手段 于是那长剑便悬在少年的喉咙前头 少年苦笑着 少女却是奄然一笑 盈盈动人 只是这些 盈玄显然是不可能会知道的 于是在那之后 因为一些原因 他和牧尘开始有了恩怨 屡次的相互追杀当中 最终成为生死对头 或许很多人会以为 他和牧尘的对立是迟早的 毕竟他们都是那样的优秀 而且鸡旋的性子 并不能容纳一个与他同样优秀的人 和他同处 一片区 他们的交锋是必然的 这一点理由 鸡旋也并不否认 只是旁人却不清楚 在他内心深处 却有着另外的一些念头 他要打败牧尘 他要让那个让他心动的少女知道 他比牧尘更加出色 不过呢 随着两人之间不断的交锋 鸡旋开始真正感觉到 那来自牧尘的威胁 这个少年成长太惊人了 他没把握最终能够压制住他 成为灵路当中最耀眼的人 所以 牧尘必须被除掉 感受到威胁的鸡旋 开始不择手段 而最终 他的确获得胜利 他设计把牧尘驱逐出了灵路 只是当牧尘制造了一场血祸 而被驱逐出灵路的那一天 鸡旋见到 少女站在远处的山峰看着他 那曾经让他心动沉醉的美目 此时却泛着化不开的冰冷 在盯着他 那眼神深处 甚至有着杀意在涌动着 那是针对他而来的 之后 少女转身离去 从此消失 再次碰面 就是在灵路的终点 少女放弃了争夺灵路 最高荣誉的机会 只是对他展开了 不依不饶的疯狂进攻 内战 两败俱伤 在少女和他拼的都是重伤而退的时候 他那兵彻的毛子 依旧是锁定着他 红唇威蟹 我不杀你 只是因为 牧尘会真正的打败你 在我心中 你远远比不上牧尘 这算是洛梨第一次和他真正的面对面说话 然而那种言语 却让助来阴沉的鸡旋 眼睛都有些通红 心里更是有着暴怒 声腾着 鸡旋猛的一拳轰出 他身旁那块坚硬的巨石 竟在此时被他轰成漫天的粉末 他英俊的面旁 此时变得有些扭曲 可怕的灵力席卷开来 竟是把那漫天的风暴都震散了过去 在鸡旋身后 四名队员也是惊愕的望着突然间情绪失控的鸡旋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心机深沉的后者 露出这样失态的模样 鸡旋一拳轰暴巨言 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逐渐的平复下心情 他手掌缓缓的紧握 眼神有些猙獰 洛丽 既然你这么看得起他 那这一次 我就要当着你的面 把他狠狠的踏下去 我要他万劫不复 那四名青年看见鸡旋如此的眼神 心头也是一颤 刚想说话 他们手中的院牌突然爆发出一道明亮的光芒 他们急忙看去 脸色顿时一变 惊呼出声 夏侯他们那只队伍怎么消失了 北苍灵院竟然有队伍突然窜上来了 听到这话 鸡旋的瞳孔也是微微一缩 他手掌握握 院牌出现在他手中 再接着他的眼神就凝固在了那新出现的队伍上头 灵院大赛第九名 北苍灵院 队长 牧尘 山顶上的气氛 似乎在此时 有些凝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